嗨 大家好 如果我要是逃生到荒野 我最想要戴的十支口红 我就是那种喜欢的口红我去买 但是我一个颜色不会太重复的去买 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很红的大红 三到四支左右 但是我其他颜色 比如眉红或者橘红或者什么南瓜色 我可能只会有一支到两支代表性的就可以了 我是比较提倡这样的 你喜欢的颜色或者现在流行的颜色 颜色你买一支性价比最高 评价最好的 然后你去涂就可以了 精挑细圈了 我最喜欢的十支口红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也不算干货 但是我会说说美之口 我为什么会喜欢它 我先安利一个小广告 也是我第一个广告 就是我朋友开的一家耳式店 叫做大桥事务所 然后粉色的一个擦手式的 这个盒子打开以后呢 一个是他们这样的一个名片 然后里面有他们的slogan 把优雅当作力量 拒绝粗糙 拒绝反复 所以就是还蛮有态度的一个设计 然后它会告诉你养护事项和退换货的细则 佛就是我的好朋友 他给我挑的一个适合我的耳式 真的跟我平时戴的这个耳式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还是挺期待 这样子的东西 很小巧 看一下 这个就是佩戴上的效果 我觉得还是蛮好看的 有没有 好 我首先开始介绍我第一支 我最喜欢的口红 植村秀这支 机缘巧合的时候 秒杀到这支 它是一个砖红色 但是这个砖红色很好看 很复古 我以前是一个不喜欢装红色的人 就像我对豆沙色 也没有特别大的感觉 它不是那种很艳的 它是那种比较低调的 然后暗下来的那种砖红色 卸完第一张嘴 我就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力气 这支口红呢 是意外很喜欢的一支 爱丽小吴的口红 B1109 它看起来是一个豆沙的颜色 奶茶的颜色 但是它涂上去以后 意外的好看 它又有点气色 然后又是那种淡淡的 关键它很便宜 你们知道这支口红有多好看吗 就是我在上海时装周的时候 排队 然后就那种很潮很潮的那种小姑娘 跑过来问我 你这支口红颜色好好看啊 就是你能不能发色号给我 那种 这支口红是YSL 我唯一喜欢的颜色 就你现在看它不张扬 在摆的那个就 也很一般 涂上去超厉害 然后那些花可能比我一眼 我要比它们还要一眼 社区你本命的电光紫红 它是大红色 但是它泛蓝光 涂上去以后 你就感觉这个红超级炸 我如果涂这个到单位去 老板就会骂我 如果出去你是魔鬼 优优独播剧场——YSL 我不会发音这样的一个巧克力的颜色 它和刚才的那只爱丽小乌有点接近 这支口红色的颜色 这支口红色是小胖丁的500号 它是染唇液来的 所以它很好涂 这样子一个很少女的颜色 日常粉就是少女粉 那是他们这么集中的 这个就是Supra 才99块钱 18号 好 Supra的很好线 它虽然会有点沾杯啦 我接下来试那个香精的颜色 就是这个O'Fra的 就是我最爱的一支口 这支是在我遇到MAC之前最喜欢的红色 这个红你不要看它 它只是一个红色的口 超厉害 涂上去你会觉得哇 好复古 澳大利贺本啊 那种时代的那种大红色 这是我的第一支口红 真的absolutely第一支口红 不是说什么什么什么我又买了一支 就是我的第一支 我到现在还没有用完 鸽子姐送给我的 是因为它的耳濡目染 是它送我的第一支口 第一把 我的第一支口红就是这样子的颜色 吃小孩啦 太弱了 那我今天用我的第一支口红跟大家做ending 那希望大家能够转发关注并且收藏我的视频哦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 大家也可以搜索我的微博 波罗拉奇奇爱吃白面包猪菜碗 然后就是这样子 再见吧 拜拜